又到了一个小朋友开心 中学生安心 高中生揪心的季节了 其实大学生也是蛮开心的啦 就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季节 小诺给大家带来一款游戏神作 绝能让你从头爽的脚啊 清凉一整下 虽然上架已有段时间 但火爆程度绝不亚于小学生联盟 绚丽的界面 超牛肌的操作 同时也融合了阶级游戏和许多经典游戏的设定 那么重点来了 与其他横版格斗游戏不同 魔龙勇士在游戏操作 以及角色培养方面的创新与突破 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再说到玩法上面 企鹅可谓下足了功夫 打破传统限制 独创了多技能释放组合 传统的横版格斗游戏 由于受到移动设备屏幕尺寸的限制 一般只能为角色配置有限的几个参战技能 因此也只能打出有限的连招效果 而DNW中提供了两种技能配置模式 大师模式和快捷模式 快捷模式与传统格斗游戏相同 提供了四个技能按钮 玩家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技能 进行配置和释放 而大师模式则是此游戏的特色所在 大师模式下游戏只有AB两个技能按钮 玩家所有的技能都是由AB两个字母排列自成 因此在该模式下 玩家可以释放所有技能 打出超多的酷炫连招 既然成为大师模式 当然对玩家的记忆力以及手速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玩家首先需要熟悉每个技能的字母编码 其次还要尽可能的快的释放出技能 相信每一位格斗家都有一颗成为大师的心吧 游戏在角色培养方面 节省了经典格斗游戏中的任务装备 导石 时装等传统内容 更是创造性的推出了 魂器 圣物 神器 女神等多种培养模式 让角色在游戏的同时可以不断成长 魂器的推出大大提高了角色的战斗能力 魂器不仅仅可以提供高额的基础属性加成 更是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普通技能的高强技能 此机有着独立的技能按钮 方便玩家释放 并且该技能拥有高额的爆炸伤害 并且有着较短的技能CD 可以大大提高宠冠速度 生物则直接关系着角色的各项数值 每个角色可以携带多件生物 每件生物最多可以拥有六项属性 包括生命 护甲 攻击以及防御 玩家可以通过洗练 不断提高自己穿戴生物的属性 战斗力爆表再也不是梦了 神器与魂器相同 神器同样可以提供高额的基础属性加成 而不同的是 优优独立的技能按钮 但值得注意的是 该必杀每局只能释放一次 所以玩家要尽可能的将其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如与BOSS大战时 游戏为玩家提供了多位勇敢 而且美丽的女神 如潘多拉 戴安娜 妮克斯 雅典娜等 每位女神可以为玩家提供高额的属性加成 同时还各自拥有不同的加成能力 如提升闯关经验 提升闯关金币 提升闯关魔能等 还有个不得不说 游戏中竞技场不仅提供常规的类材赛 自由对战 还增加了一项排位系统 自然玩过小薰联盟的同学都知道那是干嘛的 其实小诺早已看穿着这一切 企鹅疑困的作风 独特的技能模式 丰富的培养体系 除了传统的PVE闯关模式 还提供了PVP竞技场 让你一旦上手便根本听不下来 听了小诺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想必不少玩家将会进入魔法世界 在这里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成为真正的强者 当然 DNW也会让你重新找回年少时 阶级游戏对打的快感 那么本期翻面点击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